纽西兰星期六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程序 在当地时间晚上七点结束 计票程序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现任总理阿尔登领导的工党 已经以狂风扫落叶之势 在全国120个议席当中拿下至少64个议席 比主要对手国家党的议席多了将近一倍 40岁的阿尔登随后宣告胜选 纽西兰大选原定在9月举行 不过因为疫情一度复燃才展延了一个月 选前的各家民调显示阿尔登政府防疫有功 应该能在大选中轻奇过关 而结果也证明他领导的工党 拿下超过半数议席的空前成绩 这一次选举同时也举行了两项公投 一是有关安乐死合法化 二是有关开放大麻用作消遣用途 公投结果将在10月30号公布 另一边乡 纽西兰卫生部今天通报 新增三宗确诊病例 三宗病例都是输入个案 目前纽西兰累计1527宗确诊病例 活跃病例为40宗 中文字码 中文字幕转发愿 Wisdom 中文字幕转发愿